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是球员 又是合伙人 底拉霍亚娜还计划 当巴萨在美国拥有卫星队之后 他们将梅西的好朋友苏亚雷斯挖过来 让梅西和苏亚并肩作战 重复巴萨的故事 这样的想法确实是很有吸引力 早在2009年 巴萨就有过入股美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想法 当时的巴萨主席拉波尔塔计划 巴萨与英国电信联手 在迈阿密组建一支球队加入MLS 巴萨不出钱 只是提供教练 技术人员 工作人员 并要求持股30% 不过巴萨的尝试 以失败而告终 没有真金白银的投资 对方不愿意合作 12年之后 巴萨还有希望吗 阿斯报指出 即便是哈维比拉·霍亚纳 在竞选中胜出 担任巴萨俱乐部主席 他的疯狂计划也很难实现 最重要的原因 依然是经济因素 到2023年 MLS的30队组建王帝 将停止扩军 留给巴萨的时间并不多 组建一支球队 需要花大价钱 大投入 夏洛特FC是最近一支 进入MLS的新军 投入3.25亿美元 巴萨想要买一家俱乐部 只是异想天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